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林晓晓喝了水 觉得自己嗓子舒服了一些才说道 话音刚落 乔乔推门进来了 小姐 你回 乔乔话音到一半就卡住了 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房间里的谢霄然一愣 随即眉头就皱紧了 虽然两人关系好吧 但是小姐还是个未出阁的姑娘 顾男寡女的始终不好 就在乔乔满脑子该怎么办的时候 林晓晓莫心眉废地招呼她 乔乔 谢霄然来找我商量点事 乔乔看看自家小姐这样 眉头松了一些 看他们家小姐这样 压根就没把这是当回事 小姐都是溜了 这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最后又看了一眼谢霄然 乔乔说去给林晓晓准备点宵夜 然后就出去了 林晓晓这才让谢霄然坐下来 跟她说了一下自己今天去摆寿园的收获 谢霄然的注意力 却只在林晓晓自己一个人去了摆寿园上 你怎么不叫我一起 你就算进不去宫里 就让上次那个水 大胖 那只老鼠是叫大胖吧 让它去给我送个信 我陪你一起去 你一个人万一被摆寿园的人发现了怎么办 林晓晓看看她 这人是不是看不起她啊 那我一个人去被发现了 就抓一个 你跟我一起 被抓算啥 团灭 林晓晓看她憋得脸都红了 忍不住笑了笑 好了 说正事 不用担心我一个人去 摆寿园的人奈何不了我 谢霄然虽然不说 心里却决定回去之后 把少四他们给好好教训一顿 让他们跟着林晓晓 却没有一次跟上的 少四 殿下 有本事 你自己来跟一个看看 摆寿园的肮脏曝光 在人前这是林晓晓一点也不担心 毕竟谢霄然说她能解决 那她就一定能解决 只是摆寿园新来的这些动物 这个时候 给他们像之前的动物那样 改变身体机能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距离她和谢霄然定下的日子 也不过才三四天了 不过 能有多大作用 就有多大作用 总比最后 拖后腿的强 大不了就这几天晚上 她多跑两趟 正好雪狼族那兄妹俩得照顾好 别的不说 这俩关系到三姐以后的终身幸福 能不能把三姐嫁出去 就看这一次了 不管怎么样 也得捞个大大的人情 到时候雪狼族在他们面前就挨了一头 嘿嘿 自命高贵又如何 你敬我人情 还是救命的大恩 想到雪狼族 也不知道雪狼族和他们黑狼族是不是一样 很在意伙伴 如果是的话 这俩货丢了 雪狼族怕是也会着急 要不要给他们报个信呢 报个信 让他们提前有个心理准备也好 到时候三姐才好高贵的出场撒 我记得之前 老皇帝舅公说你是从北京回来的 那天办谢萧然的接风宴的时候 林小小听老皇帝提了一嘴 加上之前她和谢萧然还未相认前厅天星楼的人提过 北京 雪狼族所在的天山就在北京 谢萧然点点头 嗯 我跟着外公在北京生活了十年 和你也分开了十年 最后这句话 谢萧然可没胆子说出来 林小小摸了摸下巴 你知道北京的天山里有雪狼吗 雪狼 谢萧然愣了一下 这也是她对狼尤为敏感 从最初的恐惧到后来在狼山的奇妙机遇 改变了她对狼的态度 雪狼她自然是知道的 谢萧然点点头 多不用林小小问自己就跟稻豆子一样的 把和雪狼有关的东西都说了 雪狼是生长在天山上的狼族 北京很多地方的百姓都认为 雪狼是雪山上的神灵 是天山的守护灵 是祥瑞 所以在北京 雪狼的地位很高 不过能见到雪狼的人很少 一来是因为雪狼很少出山 二来也是因为天山常年冰天雪地 一般人进不去 不过关于雪狼的传说 北京倒是不少 林小小来了兴致 再次为了三姐的幸福着想 赶紧追问 说说什么传说 大概就是说天山上有山神 而雪狼呢 就是山神养的宠物 也是守护他们这些北京百姓安宁的灵兽 也有人说 雪狼就是天山上的山神 是来保佑他们的 不少北京的小庙里 还有单独供奉雪狼的雕像呢 据说是因为以前 雪狼在山上就过人 那些百姓记下了雪狼的恩情 这一传世传百 越传越离谱 就成了现在这样 不过具体是真是假 也无从考证了 毕竟能见到雪狼的人极少 林小小若有所思的模样 谢小然好奇地问了一句 难不成你们黑狼族和雪狼族 有什么过节 啊 林小小停止思考 那倒没有 就是这次百兽园的人 弄回来了两只雪狼 我在想 我要是把他们救了 能不能帮阿爹讨个人情 我听阿爹说 雪狼族可拽了 从来不跟其他狼族打交道 至于三姐的事 八次还没一撇呢 不能乱说 坏了三姐的名声 谢小然还是头一次听说 有人能把雪狼给抓了 在北京 那些百姓恨不得 把雪狼给当祖宗供起来 可人家雪狼 也不给他们机会攻 常年待在山里 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想到黑狼王 谢小然觉得雪狼又如何 肯定还是黑狼王霸气一些 黑狼王是他两辈子加起来 见过的最帅气 最霸气侧楼 比皇祖父还有王者期待的狼 若是那样的话 雪狼族可是欠了黑狼族 一个大大的人情了 谢小然跟着 理所当然 林小小黑黑直笑 你也这样觉得 是不是 所以现在首先得让他们知道 这俩货虽然被抓了 但是还没死 提前打声招呼到时候 好上门条 拜访 差点说顺嘴 谢小然不知道 林小小为何这么在意 这两只雪狼 但是既然她想 那她就陪着便是 可这世上不是人人 都像你这般能 无 与狼沟通 该怎么通知他们 谢小然自己也觉得 这事匪夷所思 可是发生在林小小身上 好像又挺正常 但她是她 其他人没她这个 能和狼族交流的能力啊 那简单 找个武功厉害的人上山 碰见雪狼族的狼 就喊两嗓子 苍川和苍穹还活着 我家主人会将他们救回 然后送回天山 如果真如传说中 说的那么神乎其神的 那他们肯定能听得懂 等百兽员的事了 就光明正大的 把这俩雪狼给送回去 再和他们组长 交流交流感情 两个侄子换一个儿子 他相信雪狼族的狼王 一定是个聪明狼 作者的大废话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本来就已经尖锈损伤 昨天由功结束 我坑次坑次兴奋地 要去打扫卫生 然后又扭了一下 今天右手整个都会发麻 就这么低吧 爱咋滴咋滴 断了拉倒 我不想再去医院排队一天了 谢笑人云里屋里的 虽然觉得有些离谱吧 但是在狼山上待了一个月的他 又觉得好像挺正常 狼山上那一个月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忘不掉 想到这些日子 回到京城的各种勾心斗角 他真的很想念狼山上的生活 想念四哥 想念黑狼族的所有狼 外祖父身边 有不少信得过的高手 我回去 就给外祖父送信 至于怎么说服外祖父 相信这么离谱又神奇的事情 他恐怕得好好下一番功夫 解决了那雪狼族的兄妹俩的事 林晓晓动了动脖子 伸了个懒腰 往外看了一眼 嘀咕一句 乔乔不是说弄吃的吗 咋一句不回了 谢笑然有些尴尬 她确实不能在这里待太久 之前晓晓不在 她待也就待了 现在晓晓回来了 她待久了 对晓晓也不好 便提出要告辞 林晓晓看看她 你不吃了 不知为何 谢笑然刚才那一点酒带的尴尬 瞬间就消散了 温柔地笑着回道 我来之前才吃的 行吧 那我就不留你了 林晓晓又喝了一杯水 谢笑然看着她脑袋上那个圆鼓鼓的包子头 就像小时候第一次见到时一样 那个时候晓晓好像也很怕麻烦 就把自己的头发盘成个包子 站在头顶 她还揪过 现在也挺想揪 抬起手伸到半路 谢笑然又缩回来了 对了 石头最近好了很多 你帮我跟鬼衣说声谢谢 日后鬼衣若有用得找我的地方 你就告诉我 对于鬼衣给石头看病的事 谢笑然不是没想过给枕金或者送礼 但是林晓晓都给她回了 说鬼衣不是在乎这些俗误的人 谢笑然一直对这个传说中的鬼衣 带着十二分的好奇 可林晓晓似乎每次提到鬼衣 都不太愿意跟她多说的样子 谢笑然也就不问了 两人又说好了十五那天去干坏事 谢笑然才从窗户蹦了出去 屋外被林又派来守着的龙卫看到她离开 才大大的松了口气总算是走了 鬼知道她这一会经历了多少纠结和折磨 大小姐是领主的妹妹 太孙殿下又是他们未来的主子 到底顾着谁真是要老命了 谢笑然一走 林晓晓就爬上了床 折腾了大半宿时真的困狠了 等悄悄端着一碗 林晓晓喜欢吃了小馄饨回来时 林晓晓已经睡得打起了微呼 没办法给她盖好被子 瞧瞧看了看那碗还冒着热气的馄饨 又给端了出去 干脆回了小厨房 把剩下的皮都给包了 喊了暗三他们全吃了 当暗三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热汤馄饨 出现在林又派来的龙卫跟前时 这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整个人都傻了 他自认为自己藏得很好 而且从来没被这些大小姐身边的暗卫给发现过 结果人家根本就一直都知道他在 那他这些天自认为的各种隐蔽隐藏收敛气息 都像是场笑话 帅气成熟稳重的暗三叔叔看着这个愣头青 就这还龙卫呢 不过确实比府外那几个强点 守了一守了 不讹 龙卫小哥哥想说自己不讹 可闻到这馄饨 他又咽了咽口水 谢 谢谢 龙卫接过暗三递来的晚 蹲在大树上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 又看看大小姐身边那几个暗卫都不藏了 一个个的大大咧咧就在院子 这里蹲一个 那里站一个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碗吃的喷香 这事儿要不要告诉灵主 大小姐身边这几个暗卫 好像都有点不太靠谱啊 不过 琢磨归琢磨 小馄饨还是要吃的 呜 香 灵小小一觉睡到天亮 还没等她睡个美容觉 叽叽喳喳的小姑娘叫声 夹杂着几只软绵绵的奶猫叫声 就飘进了她的耳朵里 一把抓住枕头 把自己埋在里头 片刻之后任命地爬了起来 在江瑶瑶啪啪啪敲门之前 自己醒了 等江家几位姑娘进来 看到的就是一个 刚刚起床的凌乱睡美人 两个小滴直接顿住 差点没撅过去 没办法 笑的 表姐 你脸上 还是江珊珊比较有良心 提醒了一下灵小小 嗯 灵小小摸了摸自己的脸 没啥问题啊 等江瑶瑶把镜子给她搬过来 林小小才一阵无语 她以后绝对不会再趴着睡了 看她脸上这枕头上的绣花样子印子 可真是连轮廓都印得清清楚楚的 好在这红印好消 起来洗了脸竖了口 加上她皮肤恢复得快 基本上也就看不见了 等到她收拾好几人又慢慢吞吞地吃了早饭 又磨蹭了一会 才出发去马家给马敏园举办生辰宴的园子去 镇西将军府虽然大 但是因为马将军节省 府里的景致就没什么特别的 倒是马夫人名下 有个陪嫁的园子 里面的景色一绝 便设在了那边 几人叽叽喳喳出门 那边谢霄然熬的眼睛都红了 终于把忽悠她外祖父的信给写好了 不自觉地揉了揉眼睛 谢霄然叫来 陪着一宿没事的简心 小心送出去 交给外祖父 简心应事 将信拿着就走了 全然没有熬了一夜的疲惫 谢霄然这才揉着眉心 看着外面已经升高的太阳 阳光照在脸上 刺眼得很 这封信是走得她和外祖父通信的暗线 别说瑞王 就是皇祖父都不知道的 想到那封信上的内容 谢霄然完全能想象得到外祖父看时的神情 但是万一成了呢 小小能找雪狼族要人情 但如果外祖父能接触到雪狼 在北京有了雪狼的帮助 会给外祖父带来不小的助力 只希望能成八 也祈祷雪狼族的狼都像黑狼族那么聪明 不然喊得再大声也白瞎 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谢霄然喊来暂时替代石头 来伺候她的小太姐山珠 今天是镇西将军 马将军的次女十六岁生辰 去准备些礼物送去 然后随本殿出宫一趟 谢霄然道 山珠年纪比石头大些 又不像石头那么呆头呆脑的 很快便把事情给安排好了 等出了宫门 山珠才问谢霄然 殿下咱们是去哪 谢霄然在马车里沉默了一会 才装模作样地说道 回京之后还没到处看过 今天就去京郊大营转转吧 她把事情都安排好了 小小才能安心地玩 作者的大废话 不算正文字数的 我看到有宝宝菜我在双开 或者去写别的文了 我在这郑重其事的赌咒 发誓一把 绝 对 没 有 我正耳八经的就是残了 就这样子 我真是欠了你们一大屁股的债 要不把我赔给你们吧 对了 不是我不去医院 是那个主任 还是专家啥的 只有每周一坐诊 我上次早上七点半去挂好 猜猜我排到几点 十一点半 摸摸捏捏地 让我去坐词共振 结果周一 只能预约周三 真的很烦 找了别的大夫看 就一句话 别动你这只手了 除了慢慢养 没别的办法 记 就这样 晚安 林小小和江家几个姑娘 一路说说笑笑 就到了马家别院 在他们前面已经有 好几辆马车已经到了 马敏元这次的十六岁生辰宴 可以说是在娘家的最后一次了 往年因为马将军和马敏玉 都不在京中 所以一直都很低调 这次两人都回京续职 加上名言 马敏元就要出家 便准备大办一次 不少京中有人情来往的达官贵人都请了 很是热闹 长公主府的马车一到 前面哪怕先来的 身份上自知不到位的 都立刻让自家车夫 给让开了位置 让长公主府的马车先过去 倒是一路畅通 直接到了园子门口 头一辆车 汤氏灵氏王氏率先下了马车 马将军的夫人 司徒氏 本在接待刚到的贵客 捡他们来了 赶紧让下人领了贵客进去 自己亲自迎了赏来 马夫人走得这么急 做什么 我们又不会跑了 汤氏一下马车便打去了他一句 这俩人在闺中的时候就有了来往 关系也挺好 说话便没了那么多的客气 马夫人称怪地瞪了他一眼 这不就是怕你跑了 又得去请 笑完便和林氏跟王氏打了声招呼 二人都回了礼 马夫人往他们后面的马车看了一眼 就看见丫鬟掺了江月月下来 后面一溜穿的江家姑娘 个个声的那是貌美如花 却又每个人都各有特色 看那马夫人实在是心生欢喜 心里不由了想着 自己要是有个儿子 定要娶个江家的姑娘回来 直到江家几个姑娘下完了 最后才是林小小 如今宫宴已过 林小小的身份在京中也算是传开了 此时她一出现 引来了不少人的侧目 又因为她那张和谢婉芝一个母子 刻出来的脸 不少人都唏嘘不已 私下里小声的一问 那就是 马夫人看看林小小 问汤氏 汤氏点头 马夫人嘖嘖称奇 还真是和郡主长得一样 那日贡宴上离得远 我这眼睛也不好 最近看东西总是模糊 如今 总算是可以仔细地瞧瞧了 说完 马夫人想到了什么 赶紧叫了身边的丫鬟反而 哎呀 差点忘了 快去通知小姐 就说林姑娘到了 让她赶紧来应应 反而一路小跑进了园子 马夫人这才拉着汤氏的手 邀请林氏和王氏往里走 一边走一边倒 你们是不知道 然而这丫头回来 就一直不停地问林小姐 恨不得让我赶紧把人给请到家里来 又因为宾客的帖子早就送出去了 她又赶紧地自己写了一张 直到送到长公主府了 才想起来自己事没写 地方也没写 就单单写了个请林小姐赴言 可给她急坏了 幸好你们给带着来了 不然这丫头指不定多难受呢 汤氏笑着说无碍 小姑娘们就该多在一处玩 又说他们家小小 最是乖巧懂事 讨人喜欢 就算马夫人不说 他们也会带着她一起来的 几人刚到门口 就见一个风风火火的红衣姑娘 往他们这边飞奔了过来 娘 人呢 一到跟前 马敏元就要找人 马夫人瞪了她一眼 干什么火急火燎的 还不赶紧行李问好 马敏元这才笑嘻嘻的 对汤氏几人行了礼 道了声审什么好 便跑去江家姑娘堆里 找林小小了 这丫头 让她爹和她姐姐给惯坏了 马夫人嘴上说着怪罪的话 这眼神里却满是宠溺 汤氏表示都懂都懂 家里几个丫头也都一样 因为长公主的几个儿媳妇来了 马夫人便不在门口接待宾客 只让自己身边的大嬷嬷将没来的客人都给迎进来 自己亲自领了他们进去 马敏元见到林小小激动得不行 你可算是来了 我还担心你不来 那日共宴还没跟你说上话呢 你就走了 马敏元是真的很喜欢林小小 她弹的那首曲子 到现在 马敏元还不绝育儿 总想着什么时候 能再和林小小合作一曲才好 对于未来三婶的妹妹 林小小自然是客气的 那天有点别的事 这是礼物 生辰快乐啊 林小小让乔乔 送上自己给马敏元准备的礼物 马敏元也不虚伪地推来推去 反正她收了 回头等林小小生辰的时候再回里便是 我瞅瞅 是什么好东西 马敏元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盖子 呼 啪哒 盒子盖上了 马敏元瞠目结舌 这 这 嘘 林小小做了个 近生的手势 马敏元抱着盒子 开心地直跺脚 惹得旁边江家几个姑娘直笑 表姐 你这样 让我们几个的礼物 可怎么送得出手 林小小黑黑一声 这可是三叔的小姨妹 可不得下跌心思 马敏元听到他们的打趣 抱着盒子不撒手 不碍事 你们不送都行 你们先进去 我找我娘显摆一下 说完 就让自己的贴身丫鬟燕儿 继续领着林小小他们往前走 她去找马夫人显摆礼物去了 看着她疯疯活活地来 又疯疯活活地跑了 江家几个姑娘都笑得不行 她呀就这样 你习惯就好了 说风就是雨的 我们先过去等她吧 小小表妹这礼物一送 她今天指定要兴奋一天 江月月笑道 这边马敏元已经开心地快要飞起来了 她钟爱红色 林小小这盒子里 可是送了她一整套的红色鸡血式首饰 整套什么都有 甚至还有一把欠了鸡血式的匕首 虽然这匕首和首饰 放在一起有点另类 可她喜欢啊 不等她抱着礼物 跟马夫人显摆 那边门房急匆匆地跑来 跟马夫人禀报 说宫里来人了 马夫人一脸莫名 就是当时三人都有些奇怪 可不管怎么样 马夫人可不敢靓着宫里来的人 几人也没走远 赶紧地又回去了 到了门口 就看见东宫的一个管事小太监 就在门口等着 也不进去 见到马夫人领着马敏元过来 便笑着说了几句吉祥话 马夫人一脸莫名 公公之事 那小太监只笑了笑 让后面跟着的两个小太监 送上了两个托盘 上头摆了两个礼物盒子 直接道 太孙殿下 听问今日是马小姐的十六岁生辰 便让咱家送来了生辰礼物 说完便指挥两个小太监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把礼物给马小姐 马夫人和马敏元愣住了 门口还没进去的夫人小姐们也愣住了 就连后面跟过来的江家几个姑娘都愣住了 马敏元生辰 太孙殿下送来了生辰礼物 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太孙殿下对马家 可是马敏元定亲了啊 冯家作为马家的亲家 今天也来了啊 太孙殿下这是什么意思 要跟冯家抢人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嗅到了八卦的味道 江家几个姑娘 却齐刷刷地看向了林小小 虽说有些事情把没有挑明了说 圣旨也没下 可这两人可是默认了的关系 怎么就忽然送别人生辰礼物了 马敏元回过神来 指了指自己 公公 你确定这是送我的 那小太监笑得见牙不见眼的 点点头 确定 马小姐 快收了吧 咱家还等着回去复命呢 别 我可不要 你拿回去吧 马敏元下意识地拒绝 郑国公父和这位太孙殿下的恩恩怨怨 马敏元在马夫人那已经听来了 林小小现在可是她的好姐妹 好姐妹的未婚夫给自己送礼 虽说还没过名录吧 可这事不是全京城都默认的吗 她哪能要啊 这必须不能要 不能要 看热闹的人都笑了 这马二小姐怕不是个缺心眼 太孙殿下送的礼物 竟然敢让人拿回去 那小太监也不恼 往前走了一步 在马敏元的耳边低语了一句 众人就肉眼可见的马敏元 松了口气 嗨 你早说啊 吓死我了 燕儿 嫡儿 把东西收了 不就是想拜托她 好好照顾小小吗 早说啊 又是送礼又是这么大阵仗的 怪吓人的 替我谢谢你们家殿下 小太监这才行礼 那咱家就回宫复命了 说完带着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马夫人一把扯过马敏元 低声呵斥 你这个死丫头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今日收了太孙殿下的礼 不说旁的 亲家那边怎么解释 马敏元却不以为意 低声道 娘 不是冲我来的 说完还往林小小那边使了实眼色 这不是有人在我这吗 怕被欺负了 跟我打个招呼 不得意思意思 马夫人一听就明白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只见她大大的松了口气 又被马敏元 这没心没肺的模样 逗得生气 赶紧滚蛋 好了 马敏元让燕儿和蝶 拿着谢霄然送的生辰礼 大大方方地去找江家姐妹和林小小了 马夫人只能又笑着 招呼了门边门外门的一群 看热闹吃瓜的群众 大家虽然好奇这母女俩说了什么 但是这回就在人家的地盘 也不好多问 便都客气地去参加宴会了 说是生辰宴 其实就是个赏花宴 也不像是宫里的规矩那么大 在这里也比较随意 各家各户的有相熟的 便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 只等开席的时候 才去准备好的地方 马敏元本就不耐烦应付 那些虚头八脑的贵族小姐们 而且旁人也看不惯他锅得这么随性 毕竟人家背后 可没有个当将军的爹和姐姐撑腰 表面功夫客客气气的也就算了 毕竟人家 今天都是跟着自己的母亲 来他们家应酬的 该给的面子还是得给 但是那些实在是不喜欢的 马敏元也懒得应付 全当没看见 那些也不会特意往他灯前凑 毕竟他们也不喜欢他 马敏元得了谢小然的礼 自然是兢兢业业 不管林小小走到哪 都会陪着 生怕他受一点点的委屈 林小小和江家几位姑娘 也总算是知道了 谢小然来送生辰里的真实目的 林小小被他们打去 也终是红了脸颊 几人嘻嘻笑笑的 倒是没觉得无趣 后来又有几个和马敏元关系好的姑娘 跟他们凑到了一处 玩了大半天 到了最后 玩也玩了 林小小也从他们嘴里知道了不少 惊中这些所谓的贵女圈的事 毕竟有他这个话题人物在 这绕来绕去的 也就离不开镇国公府 离不开林思涵 才不过大半天的时间 这些叽叽喳喳的小姑娘 就把以林思涵为中心点的交际圈 全给他理了一遍 倒是比天星楼查得还清楚些 一直到下午宴会结束 才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林小小回到长公主府 就脱下一身华服 拆了首饰 直接睡觉去了 早上起得早 晚上还得出去 他得趁机不叫 一直睡到天黑 林小小踩起来 让乔乔给他拿了些吃的 又把暗三给叫了过来 三叔 你拿了我的令牌 去细雨楼京城的据点 让管事调几个 在附近的高手备用 虽说我会提前 给百寿园里的人下药 但难免会有遗漏 以防万一 让他们守在外面 若逃出去的 就不必留着了 这些人 在他眼里死不足惜 林小小在一堆令牌里 挑挑拣拣的 总算找到了细雨楼的 给了暗三 暗三将令牌收好 又问道 府外蹲着的那几个 腰带着吗 谢小然派来保护 他的这几个暗卫 领头的那个 好像叫少死 反正谢小然也是跟他一起干 这几个也一并带着吧 管他们听谁的呢 目的不都一样吗 跟他们打声招呼 想跟着去就去 不想跟着 就让他们别暴露了 哦 对了 顺便提醒他们一下 他们的主子也有份 免费劳动力 不用白不用 安排好了人手 林小小才伸了个懒腰 换了身夜行衣 让乔乔待在屋里冒充自己 一个闪身就上了墙头 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还得去给那些新来的 看伤喂水呢 这一次 被暗三喂过一次的龙卫 因为走神啥也没看见 暗三告诉林小小 他这院子里 蹲着一个他哥 派来保护他的龙卫 啥叫龙卫 龙的护卫 林小小这才知道 为什么之前 他那个哥哥的信息 这么少了 原来是在给老皇帝干活 当他什么龙卫的狗屁灵主 林小小知道的时候 是很生气的 灵佑的身体那么差 这老皇帝还这么折腾他 直到后来才知道 这是长公主和江上的意思 为的就是能有人 给灵佑撑腰 不至于他们百年之后 灵佑会被镇国公府的人 给欺负 虽然龙卫没看见 林小小离开 但是他前脚刚走 后脚灵佑就来了 暗三几人 见状心理暗想要糟 乔乔也不知道 能不能应对 林小小因为不喜欢 人太多伺候 院子里的下人 基本上都打发掉了 只留了乔乔在身边 其他洒扫的下人 一般淡完活 就回自己的屋子去了 所以林佑来的时候 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阿大见状 看了看林佑 大少爷 大小姐可能休息了 要不我们明天再来 暗三蹲在房顶 心里不停地点头 赶紧走吧 林佑看着一场安静的院子 不知道再想什么 就在暗三以为 他就要走了时 林佑却道 你去敲门 阿大这才上前准备敲门 暗三哪里敢真的放这位进来 也不管报不报路了 直接出现在门口 大少爷 少主已经睡下了 有事明天再说吧 暗三映着头皮 面不改色地撒谎 这忽然冒出来的暗危 阿大差点就动了手 林又醋眉 小小睡了 这么早 如果不是知道 林小小从 马敏园的生辰宴回来 就休息了 他是真的信了 是 暗三只能 映着头皮说是 心里却已经打起了骨 少主的这的亲哥哥 不声不响的 就这么站在那 啥也不说 他咋就感觉压力这么大呢 本以为这位知道 少主睡了就该走了 谁知道林又却直接 让他去寒醒林小小 你去禀报一声 就说我有事找他 这 大少爷 少主累了一天了 暗三越是这样 林又越觉得不对劲 他从刚才就心绪不宁 让阿大陪他出来走走 不知不觉 救到了林小小的院子 想着来都来了 就来看个妹妹 谁知道 却被拦在了门口 这是小小身边的暗卫 他跟他说过 是看着他长大的 而且这几位的身手 连精心训练的龙卫 都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 暗三的心理素质 不是一般的强大 但是林又是谁 他没点本事 也不会让龙卫 赢这么多人 对他心服口服 心底的那股不安 加上暗三的反应 让林又不得不怀疑 开门 只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而且林又的语气 也听不出任何情绪 可暗三却还是心虚了一下 到底是少主的哥哥 他如果抢拦着不让进去 这位身体又不好 气出个好歹来 少主会伤心的吧 那丫头从小看着大大咧咧的 却是最重情的一个 他们都能看得出来 少主很喜欢这个亲哥的 可少主干的事 也不知道能不能告诉他 不管了 天大地大 少主最大 大少爷 别为难属下 暗三不卑不亢的开口 反正开门是不会开的 叫醒少主 也是不会叫的 谁来了都不叫 小小是不是出去了 林又不是疑问局 而是陈述局 暗三不语 这让他怎么回答 说是还是不是 说不是 这位要坚持进去杂办 说是 那就更不行了 林又却已经有了答案 他没有生气 也没有怎么样 只是依然平静地开口 开门 我等他回来 暗三还能说什么 只能把门打开 让林又进去 又去敲了敲房门 用的他们自己的暗号 乔乔打开门 就看到林又站在门口 吓了一跳 大大少爷 乔乔行礼 心里却默念完蛋了 几人僵持不下 最后还是林又被晚风吹得咳嗽了两声 乔乔才惊觉 这位是个病秧子 赶紧从房间里出来 低垂着头 大少爷 夜里风大 明到隔壁屋子做会吧 暗三准备回到暗处 林又却叫住了他 陪我一起等吧 他又看了看乔乔 低着头 没让人看到他眼底的情绪 而是对两人道 你们 能不能跟我说说 小小这些年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 乔乔和暗三一顿 可以吗 林又的语气里 带上了气球 乔乔和暗三对视一眼 乔乔无奈地叹了口气 做了个请的手势 大少爷 先进屋吧 林又跟着乔乔 去了隔壁的屋子 暗三也跟了进去 另外一边 林小小已经和乌雪 一起窜到了百寿园外面 不过今天的百寿园 有些不一样 灯火通明 但是却没有宾客 只有百寿园的人在忙来忙去 似乎在为后天的重新开园 做准备 守卫也更森严了一些 就连林小小之前进出的地方 都有人在把守 黑胖跳了下来 我先去探探情况 你们在这儿等我 小心一些 林小小叮嘱他 黑胖点了点头 就没入了黑暗之中 不得不说 在夜晚 黑胖这身黑毛 真的是他最好的保护色 林小小只能在外面巡视了一圈 发现之前他布下的阵 已经被人破坏了 还真有不要命的 猫天生就是敏捷的动物 加上黑胖 恨不得天天泡在林犬里 早就已经不同于普通的猫了 进了百寿园避开守卫 很快就摸清了百寿园里的情况 等他回到林小小身边 已经过去大半个时辰了 来人了 好像是个大人物 我看那些人毕恭毕敬的 黑胖一回来就说道 林小小习惯性地敲了敲手指 大人物 难道是瑞王来了 看到长什么样了吗 林小小问 黑胖摇头 戴着面具 看不见 则 这么见不得人 铁定是瑞王那个王八蛋 今天来了不少高手 要不咱们回去吧 明天再来 黑胖话音刚刚落下 就听见百寿园里传来一声 震撤山谷的狼笑 是苍川 林小小立刻分辨出这个声音 只听她的嘶吼还在继续 再喊着放开她妹妹 苍秋出事了 苍川这个声音充满了愤怒 急切 到底是怎么让她挤成这样 去看看 林小小一把把黑胖给捞进了空间 黑胖阻止的话都来不及说 就被扔进去了 急得她在空间里打转 乌雪在林小小伸手过来的第一时间就跳开了 林小小没碰到她 所以没能第一时间把她送进去 小小 很危险 乌雪猝眉 不想让妹妹冒险 可苍川淒厉的叫声还在耳边 乌雪也开始犹豫了 三姐 我会小心的 他们抓不住我的 你知道的 林小小听苍川的叫声越来越愤怒越淒厉 其中还夹杂着五哥的询问声 知道自己耽误不得了 乌雪也真的做不到见死不救 只能叮嘱林小小 情况不对就回空间 不管怎么样 千万别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我知道了 你先回空间 林小小伸手要送乌雪回去 乌雪却摇头 我在外面等你 实在不行 她还能回去搬员兵 林小小只犹豫了一瞬 便点点头 好 她相信三姐的能力 将脸上的黑布一蒙就窜了出去 乌雪的视线一直跟着她 一边往高处去 想要更清楚地看清楚百兽园里的情况 林小小虽然着急 却还是知道避开守卫 可黑胖进去容易 她一个大活人 却还是有些难的 苍川的叫声还在继续 林小小不管了 干脆一针一个 直接放倒了两个守卫 又把他们藏好 才赶紧往苍川的声音传来的方向过去 很快就到了小院外 看到里面很多人 在关着苍川和苍丘的屋子里 站着几个戴面具的百兽园的人 簇拥着一个穿着华柜 同样戴着面具的男人 虽然面具遮去了她大半张脸 但是林小小还是认出了 这就是那该死的瑞王 她数着院子里的人头 想着自己能不能一次 把这么多人给放倒 那边的笼子里 苍川不停地嘶吼 护着苍丘 不让那些人靠近 而笼子周围围满了拿了武器的人 想要靠近却又有所顾虑 瑞王好像已经等得没有耐心了 一只狼都搞不定 要你们还有什么用 一旁恭维的人 见状持好恭敬地开口 主子 这属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前天看这两只雪狼 还是半死不活的呢 瑞王指了指凶悍的苍川 你管这叫半死不活 属下 属下 这人也真的是郁闷死了 感情这段时间 这两只雪狼都是装的 可也不像啊 本想着反正快死了 还不如趁着今天主子过来 就给他看看这两只雪狼 随便攒了一只包下来 提给主子做个披肩都行啊 可谁知道等他们要去抓的时候 这两只雪狼却忽然发了狂 要不是这笼子够结实 他都担心会让这两只狼给撞坏了 怕什么来什么 他这个念头刚在脑中出现 众人就听见卡塔一声 用来锁笼子的铁链 竟然直接断了 苍川见状叫了苍秋就往笼子门撞去 不费摧毁之力直接就把笼子门给撞开了 虽然有些疼 但是这个时候苍川已经顾不上别的了 保护王爷 不知谁喊了一句 然后院子里四面八方就窜出来好些高手 将锐王给围在了中间 见两只雪狼冲出笼子 百寿员的那些打手 因为没有上面的命令 不敢伤了这两只雪狼的皮毛 毕竟这是王爷点名要的皮 只能将苍川和苍秋给团团围住 有人试图往他们身上射擦了迷药的剑 可还没碰到他们呢 就被苍川的尾巴给扫开了 扫开的迷剑直接射死了一个百寿员的打手 还不赶紧抓住他们 别让他们跑了 夜山已经顾不上别的了 只一边护着锐王 一边让人赶紧抓住这两只雪狼 林小小见苍川和苍秋逃出了笼子 松了口气 又看他们被围住 像两只无头苍蝇一般 干脆跳上墙头喊了一声 苍川 往这边跑 谁 夜山看着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一个黑衣人快要气死了 今天晚上到底是怎么了 要狼皮 狼跑了 现在还冒出来一个黑衣人 发现了他们 也不知道刚才那声王爷有没有被听到 但是进了他们百寿员 别说两只狼 就是个人都别想跑掉 抓住他 生死不论 夜山直接下令 苍川和苍秋看到林小小 横冲直撞就往他那边跑 咬上和抓上了好几个百寿员的人 林小小那边也已经有两个暗卫一样的人冲他去了 瞬间就交上了手 苍川一爪子拍开了一个扑上来的人 直接冲过去加入了战场 动物打架没什么章法可言 就是横冲直撞 不是咬就是抓 他们这一爪下去 提开肉战都是轻的 运气不好 直接两半 林小小静得天原子的真传 又被段正清从小打到大 应对两个暗卫还是应付得来的 见苍川和苍秋已经逃出来了 索性也不让他们继续装下去了 先溜才是正经 五哥那边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一直在扯着嗓子嚎 问苍川出什么事了 林小小收拾两个暗卫的空隙 还不忘让苍川给五哥报个信 跟五哥说 我先带你们走 让他自己小心 林小小管这些人听见什么反应呢 苍川听到话 立刻就扯着嗓子嚎了两声 五哥那边安静了一会 又传了一声狼嚎 让林小小小心 虽然打了一会假 还顺便报了个信给五哥 但其实时间就过去不过片刻 林小小这才开始下狠手 将两个暗卫给解决了 要不是怕解决得太早 又有其他人冲上来耽误时间 林小小是真不想跟他们打这么久 累都累死了 几乎是两个暗卫倒下的瞬间 苍川就到了林小小的面前 上来 林小小熟练地跃上他的背 苍秋紧随其后 苍川也不挑路走了 按照林小小指的方向直接从墙头 防顶这些往外窜 锐王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两只雪狼驮着那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黑衣人跑了 气得一脚踢倒了夜山 怒不可遏地让自己身边的高手去追 不论生死 本王不希望有人活着出去 百兽园是他的 这件事没有人知道 他自认为作的隐蔽 连父皇都不知道 可若让这人逃出去 那就不一定了 想及此处 瑞王恨不得 现在就把这帮废物给全部宰了 本王真是养了一群废物 还不赶紧给我搜 没听见那人说的吗 肯定还有同伙 还在园子里 绝地三吃也要把人给本王找出来 否则 你们一个个的都提头来见本王 瑞王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自从谢霄然回京之后 他干什么都不顺心 这个小箭种就是天生来磕他的 先是自己那些幕僚接二连三的出事 有一些甚至都从来没有露过面的都没躲过 他不是不怀疑 这一切都是谢霄然干的 可他没有证据 而且这几个人跟他的联系 不可能会有其他人知道 借着是自己的生意 也是不太顺利 加上罗刹盟那边因为傅盟主的死 要他负责 已经套出去不少钱了 肖家有言不尽 他威逼利诱都没用 如今百寿员的事故好不容易解决 他还陪了一个古兴老人的大弟子进去 解决了那被人改了的阵法 准备重开百寿员从那些人身上捞点钱 来补上自己的窟窿 这突然冒出来的黑衣人 差点让他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钱还没捞到 就先落了一肚子气 瑞王很怀疑 这个黑衣人是不是就是偷偷改了他阵法的人 可这人声音听起来很年轻 就连古兴老人都说 这改阵法的人对五行之术的造诣绝对在他之上 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做到 可那个人早就已经在江湖中销声一几 又怎么可能是这么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 瑞王才不管那个人是谁 他只知道 凡是跟他做对的人都得死 十五重开 帖子都已经发出去了 若是出了什么纰漏 你就不必再活着了 走 瑞王走之前还狠狠地踹了夜山一脚 才在剩下的暗卫护送下离开了百寿员 至于那个跟着两只狼跑了的人 瑞王对自己身边的暗卫有信心 他跑不掉的 瑞王想坐那个位置 自然是惜命的又能捞钱 所以身边高手还真的培养了不少 正如他所说 他的这些暗卫都是万里挑一的高手 哪怕是对上最厉害的龙卫 也是不遑多让的 而此时追出去的十多个暗卫 确实对林小小和苍川苍秋紧追不舍 苍川和苍秋到底对中原的地形不熟悉 跑起来虽然速度很快 又有林小小的指挥 却也磕磕绊绊的 特别是苍秋 本来就大病出狱 能跟着苍川跑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 哥 你带小小先走吧 我不行了 苍秋一边跑一边船 明显快要到极限了 妹妹 坚持住 哥说过要带你回家的 相信我 苍川一边跑一边说 为了顾及苍秋 速度自然就慢了下来 也给了后面穷追不舍的安慰机会 几只剑雨破空而来 苍川背着林小小敏捷地躲开 苍秋却因为躲避不及时被射中了一剑 直接往前滚了出去 妹妹 苍川大叫一声 扑了过去 又有几只剑雨射了过来 剑擦着它们而过 盯到树上都还颤了颤 可见力量有多大 苍秋被射中了后腿 根本就站不起来 哥 你快带小小走啊 苍秋哭着大喊 林小小稳稳地坐在苍川的背上 冷声命令苍川 靠近他 林小小不管抱不抱路了 得先把苍秋送进空间 他倒是想一把毒药送这些 暗卫上西天 可现在风向是顺着它们的 针洒出去 他是不怕 他怕苍川和苍秋给堵死了 苍川知道林小小要干什么 避开那些暗卫射来的剑 靠近了苍秋 林小小一个弯腰摸到了苍秋 可与此同时 一只剑雨也直奔他而来 苍秋消失在原地 林小小的肩膀上也中了一剑 血腥味瞬间弥漫周围 苍川眼睛都红了 小小 你回空间 他跟他们拼了 林小小一把扯掉肩膀上的剑 给自己扔了颗解毒丸 他不打算跑了 先回空间保命要紧 刚要把苍川和自己送回空间 就听见了三姐的声音 小小 林小小眼前一亮 往山上跑 三姐来了 太好了 那些暗卫跟得太紧 这个时候是可以躲回空间去 可他更想让他们回不去 苍川自然也听到了乌雪的声音 这可是他心目中未来的狼后狼雪 实力也是自己心服口服的 当即背着林小小就往乌雪的方向去 乌雪几个月不就到了林小小身边 立刻就闻到了林小小身上的血腥味 你受伤了 乌雪的声音冷了下来 愤怒地看向了苍川 苍川愧疚地低下了头 林小小拍了他一巴掌 把他送进了空间 然后翻身上了乌雪的背上 看着追上来的锐网安卫们 眼底满是杀意和冷意 三姐 一个都不能放回去 手中的软件 在零碎的月光下泛着冷光 乌雪一身作战姿势 一双绿油油的眼睛 油油地看着越来越近的安卫们 刺开了獠牙 那就送他们上路 话音落下 乌雪已经主动出击冲了出去 追上来的锐网安卫们 就看到一只堪比雪狼的灰狼 背着一个蒙面人 朝他们攻了过来 有人认出那就是他们追的黑衣人 却奇怪两只雪狼去哪里了 这只灰色的狼又是哪里冒出来的 林小小和乌雪 可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 之前是因为沧川对地形不熟 加上林小小又要顾着这兄妹俩 不能放开手脚的干架 这会有了跟她配合默契的三姐 那收拾这些人 就跟收拾菜鸡一样的 哪怕她 这会受着伤 等到姐妹俩 把这十几个暗卫都送上了西天 也快天亮了 直到确定周围不会再有威胁 乌雪才担心地问林小小 你的伤怎么样了 你赶紧回空间处理一下 林小小简单地扯了块布条 缠到了手臂上 一边咬着拴紧 回道 快天亮了 三姐 三姐 先回家 真的没问题吗 乌雪 我发现 直接带着林小小 窜到了掌公主府外面 才让林小小把她送进空间 自己翻墙回去 一落地 林小小就低低地喊了一声 瞧瞧 结果迎接她的 却是林佑 你受伤了 林佑脸色 立刻就沉了下来 林小小去目瞪口呆 心里就一个想法 玩犊子了 作者的大废话 大家国庆节快乐呀 今天的三更送上 晚安哥 宝贝们 哈哈哈哈 我为了不让胳膊动 给自己手臂捆上了 一直一个姿势马字 真的手酸 哈哈哈哈 在林佑发飙之前 林小小就想好了 应对的政策 只见她嘴一别 眼圈一红 委屈巴巴地喊了一声 哥 疼 这一声歌 把林佑的怒火叫去了八分 这一声疼 直接把那两分给浇灭了 还倒过来心疼得要死 哪里还管盘问她去哪了 二大 去烧热水 瞧瞧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你家小姐 处理伤口 林佑赶紧分派任务 她倒是想看看 林小小伤到了哪里 可小小已经是大姑娘了 她哪怕是清歌也得避嫌 没办法 只能眼睁睁着急地看着乔乔 扶着林小小进了屋子 自己在门口着急 被晚风一吹还咳嗽了几声 暗三见她这样 免不了劝导 大少爷 乔乔跟着少主学了不少艺术 处理伤口是没问题的 要不你聚屋里等 别少主的伤还没好 这位又洞出个好歹来 林佑缓缓摇了摇头 暗自运功 让自己的身体暖和了一些 才看向暗三问道 小小干的事你们是不是都知道 人们 暗三面无表情 这让她咋说 你们为何不跟着去保护她 你们不是她的安慰吗 林佑虽然不能对林小小发火 但总要有个发泄口 不过暗三几人都是天星楼的人 林佑也知道自己没法对他们发脾气 但语气也不是太好就是了 暗三头疼 这让她扎说 说少主不让跟 还是说 他们相信少主自己能跑掉 还是说 他们这些人加起来 可能都干不过少主 虽然这丫头武功不说是出神入化吧 普通的高手肯定是奈何不了她的 实在打不过 随随便便摸把毒药就能不战而胜了 不过 林佑说的有道理 这次少主居然受伤了 他们作为少主的安危 自然是失职的 不用林佑说 等林小小处理好了伤势 她也是要去请罪的 下次绝对不能让少主再一个人出去了 是属下失职 暗三低头认错 确实是他们失职 他们太纵容少主了 另外一边 林小小一边让乔乔给自己处理伤口 一边问她 林佑怎么会在这 瞧瞧看着林小小肩膀上皮开肉绽的伤 眼泪巴达巴达地往下掉 看自家小姐还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就更能难过了 小姐 你不疼吗 这幸好是只伤了皮肉 没伤到骨头 不然指不定得多疼呢 见往外拔的时候 还带翻了肉 她看着都疼 林小小另外一只手里还拿着个苹果在啃 一边回答 我喷了麻药 不然你当我傻 硬抗到现在 乔乔哭得更厉害了 那药效过了 不是更疼 林小小想说 她有吃不完的止疼药 可这东西到底吃多了不好 当时溅入皮肉的时候 确实真的很疼 她也是因为疼了 才胡乱地从小药箱里 摸了瓶麻药喷雾 就给自己喷上了 这会药箱还没过去 反正还没疼 等疼了再说 她的体质 这点伤恢复起来很快的 加上预计高 绝对不会留疤 看乔乔哭成累人 林小小好一阵哄才给她哄好 这才又说回林幼 乔乔告诉林小小 她才走没多久林幼就来了 许是找她有事 结果她人不在 暗三和她没撑住 就让林幼给抓包了 一直等到现在 另外 林幼还问了她 和暗三林小小 小时候的事情 奴婢捡了能说的说了 大少爷问六岁岁之前的事 奴婢就含含糊糊地糊弄过去了 主要是说了 您跟着老爷子学武这些年的事 林小小叹了口气 自己这个哥哥别看身体柔弱 可人聪明着呢 如今她已经察觉到了 自己再想被地里干些什么也不太现实 干脆说看好了 好了吗 好了就走吧 接受暴风雨的来临 乔乔给她换上衣服 这才跟着林小小忐忑不安地来到隔壁 林幼面前的茶水已经凉透了 她一口也没喝 伤到了哪里 严重吗 林幼看着林小小 问的却是乔乔 乔乔归归举举地回答 左肩靠近手臂的地方 小姐躲得快 就伤了皮肉 已经上过药了 说完又怕林幼不放心 又补了一句 要是小姐自己配的金床药 两天便可结巴 又有预计告 不会留下疤痕的 大少爷放心 乔乔说得巨细 林小小跟着连连点头 只求放过 林幼脸色变幻 最终只化为一声叹息 心疼地看着林小小 揉了揉她的脑袋 很疼吧 林小小别别嘴 撒娇 疼 可疼了 林幼又是一阵心疼 但心疼归心疼 她还是得弄清楚 这伤势怎么来的 赶伤了她的妹妹 不管是谁 她是绝对不会放过对方的 扶着林小小坐下 林幼才问道 是谁伤了你 林小小摸了摸自己的伤口 麻药的药效 开始过去了 伤口上传来的疼痛 让她微微醋眉 应该是瑞王的暗卫 屋里就林幼和她 还有乔乔跟暗三 虽然还有个阿大吧 不过阿大是林幼的心腹 也没啥好瞒着的 林小小就直接说了 林幼眉头紧簇 瑞王 小小 你和瑞王有仇 嗯 敢抓她五哥 这球大了去了 林幼虽然没说什么 可那紧簇的眉头和眼底的冷意 已经出卖了她的心思 为了防止自家哥哥干啥事 林小小补充了一句 不过那些人都回不去了 这屋里的人不说身经百战吧 一个个的也不是小白熟 林小小没说得太直接 却也听明白了 林幼只是看了林小小一眼 并未多问 只是眼神里的心疼 又加深了几分 你晚上去干什么去了 又怎么会和瑞王的人碰到的 林幼问道 心里想的确实这丫头 该不会是大晚上的不睡觉 去刺杀瑞王了吧 这么大仇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虽然她帮皇上干活 这瑞王是皇上的儿子 可是这些年她欠了妹妹太多 若是妹妹真和瑞王有着血海深仇 那她不介意帮妹妹一把 见林小小欲言又止 林幼便道 如果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她自己去查 林小小去摇摇头 倒也不是不想说 我只是在想该从什么地方跟你说 林幼表示她不急 林小小想从哪里说都行 她都听着 林小小这才叹了口气 决定从她和狼山的关系说起 哥 如果我跟你说 我是狼养大的 你信不 林幼一惊 狼 是 那个也受狼 林小小点点头 嗯 就是那个 我阿爹还是狼王 林幼很清楚 林小小口中这个爹 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是林德海 狼王 小小竟是狼王养大的 林小小就简单地把自己是怎么出现在狼山 又怎么遇到狼王和狼后收养了她 待她如轻生的一般 在林幼问她 在狼山怎么生活的时候 林小小又胡周一通 若是可能老天也可怜她 让她竟然有些地方天赋过人 在狼山和狼群动物们生活久了 竟然也能大概听得懂兽语 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了几年 直到遇到乔乔和爷爷他们 艺术的来源嘛 跟她当初忽悠爷爷他们的差不多 反正她哥也不可能真的让人去狼山 挖那个所谓被埋了的山洞 是吗 就是这么个是 他们抓了五哥 所以我就带着乔乔和三叔他们出来救五哥了 救着救着就发现了百兽园 这么个丧尽天良的地方 又运气好 查出来这地方和瑞王有关 今天我本来是准备去跟五哥通个气 准备失误那天的破坏计划的 没想到正好碰到瑞王在百兽园 百兽园也不知道是怎么弄来了两只雪狼 雪狼族虽然跟我们黑狼族从不来往 可到底也是同伴吗 我就想去看看 正好就碰到瑞王腰扒两只雪狼的皮 又碰巧了 这两只雪狼就逃出来了 我见他们被围住了 就喊了一嗓子帮他们指路 带着他们往山里逃 结果瑞王可能发现自己暴露了 就派了身边的十几个暗卫来追杀我 不过嘛 他们都不是我的对手 林小小说 歪着头看林佑 哥 我说这些真的是碰巧你信吗 林佑真是欲哭无泪 这丫头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心大 明明差点丢命的事 她却说得这般轻描淡写的 可能跟她从小的成长有关系 小小的心知要比一般人要坚毅得多 可这都是她从小吃苦得来的 林佑宁愿小小没有这些坚毅 就做个开开心心不安事事的小女孩 既然太孙殿下也知晓你的计划 要与你一同就出你 你五哥 为何她不跟你一起去 林佑这回怪不了林小小 便只能把怒火往旁人身上撒 谢小然自然而然地只能背锅了 林小小想说 她跟着 她跟着自己还能和三姐一起 自由自在地狂奔吗 开玩笑 凭空便出一只狼 吓不死她 所以她察觉到自家哥哥语气不好的时候 赶紧帮谢小然说了句好话 她武功没我厉害 而且我一个人方便 再说了 她还得准备搞破坏的事 分工合作吗 虽然这话也不见得是什么好话 林佑的脸色也不尽缓解 但林小小尽力了 说说你们的计划 林佑沉默了一会 才问林小小 哎 哥哥这是要帮忙吗 可是龙卫不是皇室的吗 哥你用皇室的兵做皇室的人 会不会不太好 林佑宠溺地笑了笑 无妨 龙卫虽是皇室的安慰 可只效忠皇帝 除非瑞王能名正言顺地坐上那个位置 否则龙卫不会听令于他 而且 陛下并不知道 这和百兽园背后的人是瑞王 对百兽园里的勾当也不是特别清楚 说完 林佑看着林小小 想着她告诉自己的一切 在小小的眼里 这些动物犹如家人 可在常人眼中 他们不过就是一群畜生罢了 生死 谁又会太在意 老皇帝是听过一些百兽园的传言 不过也没当回事 这些有钱有权的人 有个把特殊癖好的大有人在 一样样都去管 管得过来吗 既然林佑都这么说了 林小小也不介意多个帮手 哥 你等会 林小小假意回屋 从空间里拿了谢小然给她的名单 又登登登地回来 你慢点 林佑是真怕她弄疼自己 林小小把名单给她 这上面的人 基本上都是百兽园的常客 林佑随手翻看了一眼 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这份名单上 不乏朝中重臣 名人大儒 甚至还有几个名声在外 善良贤惠的夫人和小姐 俗话说 人不可貌相 在这份名单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份名单 你从哪来的 林佑问 这 要不要出卖谢小然 而且不光林佑 林小小也觉得奇怪 谢小然似乎对这个百兽园很了解 虽然不知道她是如何得到这份名单的 但林小小还是决定替她瞒下来 这是我让楼里的人查的 林小小说完 暗三忍不住看了她一眼 很快就收回了视线 少主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你们打算把这些人全堵在百兽园里 林佑放下名单 脑子里想的确实 如果这些人真面目暴露于人前 京城会乱成什么样 我们是这么安排的 林小小把自己和谢小然的计划 跟林佑说了一遍 最后补充道 百兽园里的动物 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 只等瑞王把人都请过去 我们就按计划行事 先放一把火 把京郊大营的人引过去 再封锁几个出口 我们也知道 这是说起来 也不算违法乱计 只不过有些违背良心罢了 我们主要目的是把那些动物救出来 至于这些人 这么丧尽天良 总要付出点代价 林佑什么也没说 只是点了点头 你想做什么就放心去做 哥哥给你善后 林佑说的善后 可不是说说而已 回到自己的院子 林佑一直在想 该怎么帮小小 把这件事闹大 对 她不是想着怎么善后 怎么平息 而是想着怎么去闹大 反正闹都闹了 那就往大了闹吧 如今陛下身体抱扬 有多少人盯着这个位置 与其一个个地去查 那就大家一起乱套吧 有时候水至轻则无鱼 水浑了 鱼虾什么的 反而就出来了 而且越乱越好 越乱就越不会有人注意到小小了 两天的时间 其实很快就过去了 加上林小小受了伤 更是直接被林佑给拘在了院子里养伤 要不是林佑 见识到了林小小的金疮药的药效 看着她那个伤势真的结痂了 恐怕都不会放林小小出门 按照原计划 等到夜深人静 百寿员那边的热闹就会开始了 要说这瑞王的胆子是真的大 派来追杀林小小的那堆暗卫 都已经全被小小给弄死了 她也没处理尸体 就这么扔在林子里的 按理说瑞王肯定会派人来找 设正常人看到这些尸体 都会猜到对方不太好惹 既然明显地要跟他作对 那这看原就肯定会推迟 毕竟谁也不知道 会不会再重新开业这天 再出什么事 但我们这位瑞王 形势就是这般的 任性 他不光开了 而且连时辰都没变过 不过 他也不纯 等林小小摸到百兽园外的时候 就发现百兽园的首位 增加了一倍不值 之前五步 一个港哨 可现在 基本上两三步 就有一个藏在暗处的人盯着 其实不是他不怕 而是他最近真的挺缺钱的 肖家又油盐不尽 所以只能靠来前最快的百兽园了 今天的百兽园可谓是被保护得密不透风 就连天上有只鸟飞过都会被打下来 当真是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百兽园周围 早已经埋伏下了西雨楼的杀手和哨死他们 等林小小这边一动 凡是从百兽园里逃出来的 他们一个都不会放走 林小小蹲在山顶 驱高临下地看着百兽园 嘴里叼着根狗尾巴草 又一下没一下地嚼着 旁边一身迎灰色皮毛的乌雪坐好 月光下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在他们后退一步的地方 苍穿蹲着 然后什么狐狸啊 猫啊 老鼠啊 也蹲了一排 这一幕真是怎么看怎么怪异 不过暗三他们已经习惯了 倒是暗三 一直不停地偷看乌雪 很奇怪这位是什么时候跟来的 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难道这些日子 这位都一直待在城外的山里 少主偷跑出来 就是见这位吧 看了一回乌雪 又去看看那只雪狼 行中自然而然地拿他跟黑狼族的那些狼做对比 这一笔就觉得还是自家的好 这狼漂亮是漂亮 就是看着有点金玉其外败续其中的意思 苍穿感官敏感地感受到了来自暗三的嫌弃 狼声都快不好了 他觉得一定是自己进中原的方式不太对 一般人见到他们狼不都应该害怕或者恐惧吗 最后 藏穿把这一切归为 这些跟着小小的人都不是正常人 摸出怀里的怀表 林小小看了看时间 和谢小然约好的时间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 他应该把京郊大营的人引到附近了 吐掉嘴里的狗尾巴草 林小小起身戴上面纱 按三几人紧随其后 一群黑衣人和大大小小的动物就这么站在山顶 看着白兽园去之待发 今天的目的是救那些动物 不要恋战 该用药就用药 不用跟他们客气 也不用帮我省 三叔 一会你们救了一堆就烧一间房子 最好分开几个方位都点了 把那些人都逼到一处 林小小指了指 白兽园那个最显眼的斗兽场的位置 就把人逼到那里 暗三和后面跟着的暗卫点点头 有好几个临时调集过来的人守在来之前 都已经被林小小和暗三仔细地叮嘱过了 今天他们的目的是救五哥 顺便收拾这些人渣 等到一切安排好 林小小才做了个进攻的手势 冲 完事回家还能吃宵夜 暗三几人都笑了 不知道谁还笑着说了一句 少主 吃火锅呗 没问题 满足你 林小小话音落下人已经窜入了林中 乌雪紧随其后保护她 苍穿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妹妹还在空间里养伤 为了不让她拖后腿 所以小小没放她出来 虽然把自己放出来了 可也没说要让自己干什么啊 苍穿急得不行 想要跟上去 却又害怕拖后腿 最后 还是二胖和三胖 这两个没赶上顺风车的小胖蹲 一左一右喊她 你怎么还不去 你是不是想偷懒 爷爷说 偷懒要挨骂 一会就让爷爷骂你 二胖义正言辞地 指责苍穿偷懒 苍穿如果不是因为这两只老鼠 是小小姑娘养的宠物 她一定一爪一个 可人家说的也没错 她确实什么也没做 只好说道 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 她说的也算是实话 小小姑娘安排的时候没安排她 结果这句话又惹得二胖一阵嫌弃 当然是进去就其他动物了 小小都说了 二位叔叔们去对付那些人类 我们就去扒笼子救动物 你走不走 你不走我和三胖走了 二胖一边说还一边盯着他 生怕他一个不小心 真的丢下他们给走了 他们也想去帮忙的 苍穿这才恍然大悟 起身就要走 二胖赶紧喊住他 然后扒着他的腿 窜到了他背上 我跟你去 我怕你不认识路 二胖说的那叫一个理所当然 还不忘招呼三胖也上来 结果苍穿雪白的皮毛上 就多了两只灰色的小老鼠 藏在他背后探头探脑的 暗三一行人也非常的迅速 也不存在 会不会被发现 被发现了更好 正好一国给断了 所以在连续放倒了十多个百兽员的守卫之后 终于惊动了百兽员其他人的守卫 顿时四面八方的守卫 都朝着暗三他们的方向来 见状 暗三只是笑了笑 继续带着兄弟们杀人越货 路过那种正在遭受非人对待的动物的小院子 还会顺手砍了小动物的锁链 至于那正在行凶之人 除了下个人声惊叫 什么都做不了 暗三和天星楼 还有细雨楼的人 分几个方位在百兽员里搞破坏 弄得百兽员的那些守卫 顾东顾不了西 顾南又顾不了北 至于那些百兽员里的客人 早在百兽员有人闯进来的时候 就吵着这急要离开了 一时之间 整个百兽员乱透了 前后不过才一刻钟的时间 就成了两幅天地 林小小两耳不闻窗外时 静止跑到关押五哥的地方 这次他也不拐弯抹角了 拿出段正清给他搜罗来的 号称削铁如你的匕首 将笼子上的铁链给砍断了 五哥都不需要用力 只抬了抬脚 就把门给踹开了 然后微风凛凛的五哥 慢慢从笼子里走了出来 站定之后 仰天一声长啸通知兄弟们 反击开始了 乱了套的百兽员里 到处都是厮杀声和尖叫声 还有那些被邀请来的宾客 想要逃离的声音 关着五哥的笼子轰然倒塌 追过来的百兽员守卫们 也都冲了进来 林小小还未动手 五哥便一个起跃跳了出去 基本上是一爪一个 单方面的碾压 那些还未靠近的守卫 只能停下 甚至开始往后退 一个个地看着没了牢笼束缚的五哥 眼底有着恐惧 五哥两眼泛着绿光 慢慢地往门外踱步 怕什么 就是个畜生 一起上 守卫中不知谁喊了一声 七八个人齐刷刷抽出武器 就朝着五哥冲了过去 呲 狼五哥呲牙咧嘴 露出了自己的疗牙 便以迅雷不及眼而 只是冲了出去 几个守卫甚至还未靠近他 便已经被狼五哥的爪子 割断了喉咙 倒下之前 嘴还张着 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解决几个人不过眨眼的功夫 林小小一身黑衣站在门口 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我去把大家放出来 狼五哥回头 看了林小小一眼 见他身边跟着乌学 便跳上了房顶 映着月光的五哥站在房顶上 环顾四周 百寿园四处已经火光冲天 不少房子都已经烧起来了 天星楼 细雨楼和谢霄人派来的暗卫 从几个方向将百寿园里的人 全都往窦寿场撵去 欧屋 五个仰天一声长笑 紧跟着便响起了各种猛兽的嘶吼声 似在回应他一般 暗三一行人是见惯了大场面的人 但是听到这此起彼伏的猛兽叫声 还是心惊了一下 但他们也不忘提醒其他人 待会如果和这些猛兽正面碰上 千万不要动手 记得喊一句自己人 其他人虽然觉得奇怪 但还是记住了他的叮嘱 一直等在城外的谢霄人 第一时间看到了山林之间冲天的火光 他这边看到了 那京郊大营的人也肯定看到了 走 谢霄人直接翻身上马 奔着火光而去 简心紧随其后 两人几乎是和京郊大营的人 前后脚抵达山脚下 见到谢霄人 京郊大营这位姓马的主将 还愣了一下 这位马参将 是京郊大营里的一个主将 跟镇西将军马永锐一脉同宗 还是没出无福的亲戚 太孙殿下 您怎么会在这里 马参将前几天 才见过这位太孙殿下 谢霄人却装作一副 不明所以的样子 看了看林间冲天的火光 撒谎不带脸红地说道 本殿出去半点时才回来 路过时 看到这边冲天的火光 所以过来看看 是出什么事了 怎么好像还能听见人声 马参将可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为何失火 马参将去仔细听了一下 哪里来的人声 这位的耳朵是顺风耳末 不过 人家是太孙殿下 别说 这会是听见有人声了 就是他说 这会有人喊救命 他都得信 末将不知 末将也是看见火光 才带人过来查看的 马参将报全道 谢霄人点点头 为了京城的安慰 马参将辛苦了 不辛苦 这都是末将应该做的 末将已经派了人前去查探 一会应该就有消息了 马参将说道 便看下了那边火光闪耀的地方 那个位置 怎么那么熟悉 很快 马参将派去查看情况的士兵 就回来了 没注意谢霄人 静止就跑到了 马参将的面前行李 大人 山里有座庄子 那起火的 便是那庄子 里面似乎还有人 不知道为什么起火 还有野兽的声音 有狼将 还有虎啸 乱七八糟的好多 谢霄人一听 不等马参将说话 就开口了 那马参将 还在等什么 赶紧救人要紧 说完 还很贴心地吩咐简欣 简欣 你快马家便赶回京城 拿了本店的令牌 让金兆府速速派人来支援 简欣不等马参将做反应 就已经骑马走了 那速度快的 就像后面有人在碾他一样 谢霄人这下就剩下一个人 站在那了 马参将看着这位 不按常理出牌的太森殿下 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 那个位置 什么时候 有个庄子了 来而小兵带回来的消息 马参将只想到了一个地方 那个藏在京城外面 神神秘秘的白寿园 京城里那些贵人喜欢去消遣的百寿园 里面据说养了一堆动物 供给那些人欣赏玩乐的 不过他没去过 只听说过里面什么样的动物都有 前去查探情况的士兵也说了 里面有不少人 自己还得抓紧时间带人过去 不然那些达官贵人的 要是在里面出了什么事 他们这个负责京城附近安保的京郊大营 怕是要跟着倒霉了 到时候上面的人追着下来 不还是他这个参将 跟着倒霉吗 正好他也很想去看看 这个传说中的百寿园是个啥样 你们速速跟我去救人 你们两个 速度回应召集人手 马参将很快就召集 自己带着的百十个人手 准备进山了 他看了看谢萧然 殿下 要不您先回宫 这里有末将就好 谢萧然摇摇头 左右也没什么事 既然碰上了 那本殿就跟着去看看 有什么本殿能帮得上忙的吧 殿下 不可啊 现在还不知道伙势的大小 万一要是伤到殿下 末将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啊 马参将可不敢让这位祖宗 去跟着冒险 这万一要是有个好歹 陛下怕是会直接薅了他的向上人头 别废话了 赶紧走吧 早点去能早点救人 谢萧然都这么说了 马参将也不好再说什么 毕竟跟这位在这浪费口舌 还不如赶紧过去看看里面是个什么情况 大不了到了地方 就把这位保护好一些就好了 想明白之后 马参将也不废话 带着人就开始进山 这便林小小带着狼五哥和乌雪挨个笼子打开 把地下室里关押着的那些猛兽全都给放了出来 还有那些新来的 虽然不如这几个养得好 但在林小小的特效药的加持下 也都恢复得差不多了 得了自由的他们 直接放飞自我 一个个地窜出地面 开始了无差别的攻击 无论是曾经那些伤害过他们的人 还是百兽园里的守卫 还是林小小带来的暗卫和杀手们 只要他们看见人 就会冲上去撕咬 扭打 林小小和狼五哥最后出来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 林小小脸色一沉 到底还是忽略了他们的兽性 狼五哥的脸色也难看得厉害 当看到一个新来的老虎 扑向一个天星楼的暗卫时 他终于坐不住了 一个起月直接跳了过去 在那个老虎扑倒天星楼的安慰之前 直接把他给踢开了 被甩出去极米远的老虎 不敢置信地看着巨傲的狼五哥 护着身后的人类 愤恨得呲牙咧嘴 毛巫 为什么 这些人类抓了我们 折磨我们 我只是在报仇 那只老虎伤得不轻 支撑着站起来和狼五哥对峙 此时那些和狼五哥同生共死过的猛兽们 也都聚集了过来 全都站到了狼五哥的后面 就这么看着那只新来的老虎 黑店 算了 纳克和狼五哥打过一架的虎王站出来 看着自己的同类帮他求情 莫名其妙被围在一群猛兽中间的天星楼暗卫 按住自己砰砰砰直跳的心 上前抱拳 吴爷 我去帮其他人了 狼五哥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点了点头 那暗卫又一阵心底惊呼 不得了了 真是成经了 但脚下的动作却飞快地溜了 而那些受伤倒在地上的人 恨不得自己也能站起来 离开这里 如今百兽员已破 你们便自己管自己逃命去吧 至于离开之后是死是活 好自为之 狼五哥看着那头胡乱伤人的老虎说道 那老虎心里虽然不平 却不敢和狼五哥正面硬杠 只能撑着自己受伤的身体逃离了这里 林晓晓坐在无血背上 站在房顶 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一切 那便谢霄然派去送信的简心 已经在避开了马参将他们的时候 偷偷放了信号弹 京郊大营和京赵府的人 恐怕很快就来了 五哥 让大家先离开吧 官府和军营的人要来了 林晓晓提醒了一下狼五哥 狼五哥这才点点头 让大家四散开来 把百兽园里大大小小的动物都给带上 先离开 为了安置这些动物 林晓晓找萧静泽 要了一个离这边百里路的庄子 那庄子后面连着一片山头 都是属于庄子的 藏这些大大小小的动物正好 他们提前就把庄子上的人 都给打过招呼了 无论听到山上有什么动静 都不能大惊小怪 更不能上山 不然的话 出了什么事 庄子里可不管 彩灯已经去踩过路线了 只等大家集合了 就把动物都领过去 很快 那些在百兽园里慌乱不已的宾客 除了惊叫害怕 看到那些守卫喊打喊杀之后 又看到了大大小小的动物 大的悲小的 一长串的开始往外跑 什么熊的脑袋上 趴着两只猫 肩膀上还挂着两只猴子 那些老虎豹子狮子狼 这些就更别说了 身上背上脑袋上 大大小小都背着些其他的动物 凡是百兽园里能看到的这会 都全都聚集在了一起 全都往一个方向跑 对他们这些人视若无睹 彩灯在前面带路 狼五哥殿后 你自己小心 我先把他们送过去 狼五哥叮嘱了林小小一声 便跟着大部队跑走了 关在百兽园里的大小动物们 这会才彻底地跑了个干净 只剩下人了 那些注定离开不了的宾客们 现在只想找地方藏着 等到这些莫名其妙冒出来的 杀手们打够了杀够了 可能他们就能回去了 其实也不怪他们能想着自己能回去 主要是这些冒出来的杀手 好像就是冲百兽园的人来的一般 只对百兽园的守卫们动手 看到他们不但不会动手 如果看到他们摔了或者要被武伤到了 还会拉一把 反倒是那些百兽园里的守卫 打不过就算了 还有人想拉他们这些人来荡荡建牌 当即就有不少人骂骂咧咧 自己付了这么多钱 给百兽园都是为了狗了 可不管他们怎么样 百兽园打扮的守卫 还是死的死 伤的伤 也有想要跑的 不过不等他们跑掉 就被藏在外面的西雨楼的杀手们 给就地解决了 夜山作为百兽园名面上的大老板 自然是待在百兽园的 在百兽园乱起来的第一时间 他就想好了要跑 不过还没跑出去多远 便被人给带住了 林小小带着暗三他们 在百兽园转了一圈 都没找到夜山 居然让他给跑了 林小小真是后悔 就应该一来就先把他给抓了的 不过那边京郊大营的人 和京兆府的人也到跟前了 他们不能再在这里耽误了 不然被京郊大营的人 堵在门口就跑都跑不掉了 百兽园里的守卫 不说全部被他们绞杀 但是洞肯定是都动不了了 来之前 他们的计划就不是屠杀 要的就是放火引人来 再把那些动物给救出去 把那些人母狗样的人 都给堵在这里头 至于百兽园的这些守卫 富于顽抗的就弄死 其他的弄惨也好 弄晕也好 反正料那 让那些官差官兵的 自己去收拾 暗三往天空放了一个信号带 很快分布在百兽园各个地方的人 就齐刷刷地开始撤离 等马灿江带着人和谢霄然 赶到这里的时候 就看见百兽园最高的 一间房子的屋顶上 站着一匹硕大的狼 四周的火光将夜空照得透亮 将那匹狼也照得清晰可见 而在他背上坐着的人 也被马灿江和一众士兵 给看了个真切 谢霄然自然看到了乌雪和林晓晓 姐妹俩往那里一站 说不出的帅气 哪怕林晓晓戴着面纱 谢霄然依然看呆了 那 那是狼 有个小兵 发出惊呼 他 他背上是不是还坐着个人 有人也看到了林晓晓 马灿江也以为自己看错了 揉了揉眼睛 还真的是一匹狼 狼背上还坐着个人 林晓晓自然也看到了和马灿江 站在一起的谢霄然 实在是他骑在马上 其他人都是腿着过来的 林晓晓想不注意他都不行 离得老远 林晓晓朝他挥了挥手 耍帅也耍得差不多了 林晓晓低头 三姐 走吧 乌雪这才看了赶来的谢霄然等人一眼 发出一声很好听很霸气的叫声 然后背着林晓晓跳下房顶 直接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马灿江觉得自己今天过来的方式是不是不太对 那是歹人还是好人啊 怎么还冲他们挥手的啊 这会不会 让泰森殿下误会他们跟歹人勾结啊 想到这里 马灿江想着不管会不会误会 必须先解释清楚 殿下 末将不认识那个歹人 而且末将的兵都是老老实实 知根知根知底的兵 绝对不会和歹人是一伙的 马灿江赶紧抱拳行李 谢霄然愣了一秒才反应过来是林晓晓给他挥手的时候被马灿江等人无讳了 无妨 本店相信马灿江的为人 马灿江还是先看看这里是怎么回事吧 谢霄然开口 马灿江这才让人赶紧该救火的救火 该救人的救人 虽然他们在山下看着火光冲天的 可真到了这里才发现 这个百寿园建造很特殊 那些房子虽然涨火了 可这火也烧得很奇怪 只烧大点的房子 那些小房子虽然有些破损 但是看起来都像是打架给打坏的 不仅如此 这园子里到处都是受了伤或死或昏迷的人 还有不少大呼小叫的戴着面具的人藏在里面 京郊大营的人一进去 就又开始心一轮地呼天抢地 马灿江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来的运气 平时其他人巡逻不出事 等他带队巡逻就出事了 而且他带来的人手也不够啊 现在只希望京兆府和大营里的其他人来得快一些吧 那些宾客没想到刺客是熬走了 结果还没等他们想办法离开 京郊大营的人又来了 不少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完了 也有那想要趁乱 想要偷偷摸摸离开 也不管这夜路会不会走 回去之后会不会狼狈了 只想被人发现自己身份之前离开这里 不过 谢霄然来的目的 就是揭开他们的真面目的 又怎么可能让他们安安心心地离开 这些想要趁乱偷走的人还没走几步 就被谢霄然故意引导过来的京郊大营的人给拦住了去路 谢霄然早在马灿江让人搬来的椅子上坐好 就这么守在百寿园的门口 看到那些被请回来的宾客 哪怕他们脸上还戴着面具 谢霄然也不急着让他们摘下来 只是淡淡地说道 这百寿园本店也曾听说过 不过今天晚上 这突然遭了歹人袭击 诸位都是见证人 可不能走了 而且这夜黑风高的 本店既然带了人来救你们 自然得保证你们的安全 说到这里 谢霄然看了一圈这些人 一个个冠冕堂皇的面具下 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人面兽心呢 只听他笑着继续说道 诸位放心 今日诸位都受了惊吓 本店已经让身边的侍卫去报关了 相信很快 经兆府的人就来了 诸位也不用害怕 这百寿园遭遇突袭的事 本店相信 经兆府的福尹大人 一定会给诸位一个交代的 大家也不用担心 一会来了人和使了身份 录了口供 签了字 便会安排人送诸位回家的 不用担心哈 有本店在 一定会给你们做主的 一群人都要哭了 他们不需要做主 他们也不需要赔偿 什么都不需要 只想要离开 可谢霄然稳稳地坐在那 他们别说趁乱走了 连动一下都会引起谢霄然的注意 此时 不少人都后悔的肠子都轻了 痛恨自己 非要今天 来凑什么热闹 简心这边报关 也是有多夸张 就多夸张 那经兆府的福尹大人 已听城外居然有人 大晚上的打劫庄子 而且还杀人放火 那还得了 这可是京城啊 哪怕是京城外面的郊区 那也是京城 而且好巧不巧的 怎么就被太孙殿下给碰上了 真要是出了什么 劫匪杀人涂装的事 那他这个京兆府的福尹 也该当到头了 当即不管三七二十一 把京兆府能带的人手都给带上 马不停蹄地赶往城外的百寿园 林又一直没睡 从林晓晓离开之后 他就一直在等着 站在自己的房顶 还能勉勉强强看到城外那星星点点的火光 漆黑的夜空 那映红的一片真的很明显 大少爷 京兆府的人都去了 阿大一直注意外面的动静 当看到京兆府的人出发了 就赶紧来禀报给林又 林又点点头 既然小小那边该忙的忙完了 那他也该做点什么了 林又当即飞身下了房顶 回到了书房 在名单上圈了几个人 吩咐阿大 你去这几家 提醒一下这几家的当家人 或者老夫人和当家夫人什么的 他们看到家里没人 定会误会自家的当家人 或者公子小姐的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一着急 自然会派人寻找 或者是报官 若他们有所行动 你就帮他们一把 把动静搞得大一些 阿大应了声势 记下名单上林又圈出来的人家 当即就离开了 林又看了一眼名单 之所以选择这几家 就是因为知道 这几家里的 不论是老太太还是夫人 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他有时候都在想 这些人跑去百寿员寻求释放 是不是就是因为生活太不顺心了 亦或是太过压抑了 不过小小说得对 不管是什么理由 都不是他们如此变态 扭曲行为的理由 等到金赵府 紧赶慢赶地赶到百寿员 这边的火 已经被京郊大营 叫来的援兵们 灭得差不多了 百寿员的几个管事都受了伤 全部被带到了大门口 那些受了伤的守卫们 也都被集中到了一起 之后也没有大夫 给他们医治 只能自己扛着 反倒是那些兵客 除了一些被动物所伤 大多数都是全虚全伪的 经赵府的福尹大人姓韩 善明一个远子 平时大家都调侃他 韩远 韩远 谐音不就是韩冤 也不怪他被分到 这经赵府的福尹的位置 下官见过殿下 韩大人大气 还没喘上一口 就急急忙忙地 去给谢萧然行礼问好 谢萧然虚服了一把 但弹道 韩大人辛苦了 这些虚套的话 就先不说了 韩大人还是先问问 这里发生了何事吧 据他们自己说 这边的几个 是这里的管事 那些都是这里的守卫 还有这些人 都是这里的宾客 至于歹人 据他们说 都已经全跑了 具体如何 还得韩大人自己问了 韩远连声应试 一抬头就看到 这些宾客一个个的 都戴着面具 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 官威一下就出来了 大胆 太孙殿下面前 还敢戴着面具 还不快给本官 全部摘了 为了配合韩大人 谢萧然立刻就摆出了 太孙殿下的气势 就坐在那 什么也没说 就盯着这群 对京赵府的牙蚁 围在中间的几十百号人 而那些人 现在恨不得 从来没来过百寿园 而寒远让他们摘面罩 一个个的都犹豫了 今天这面罩 若是摘下来了 只怕是以后在京中 便难以立足了 可太孙殿下盯着 京郊大营的人守着 还有京赵府的 浮影和牙蚁 他们就是不想摘 也得摘 谢萧然看着这些人 将视线落在了第三排 一个尽量缩减 自己存在感的老者身上 嘴角微微勾了勾 抬手指了他 这人一直在往后躲 那就从他开始吧 韩远顺着谢萧然的手 看过去 就看到一个 戴着面具的男子 戴着面具也分不清楚老幼 只是看着身形 像是有些上年纪了 既然太孙殿下都点名了 韩远当即让人 把人给带了出来 那人挣扎了几下 没有躲开 也知道自己今日是躲不过去了 一甩手 将京赵府的牙蚁给甩开了 老夫自己会走 只见他走到人群前面 犹豫了片刻 便心一横 将面罩给摘了 撕 韩远倒抽了一口气 谢萧然也露出一脸惊诧的表情 老师 怎么是您 谢萧然很惊讶 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看着面前这个 曾在太学教导过他的大学士 前世今生 自己十多岁之前 便都是这位孔大学士教导的 此人才学过人 又是圣人后人 又在太学做先生 在京中名望很高 可又有谁知道 就是这样一个得高望重的学者 被地里却只是个 道貌安然的伪善之人 韩远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怎么随便滴溜出来 一个竟然是名满京城的孔大学士 事已至此 孔大学士也不再遮遮掩掩了 一袍一撩给谢萧然行礼 老臣见过太孙殿下 韩远忽然就有些后悔来这里了 他到底是为什么来这一趟啊 谢萧然已经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了 赶紧上前虚幅了一把孔大学士 让他起身 一边关心地问道 老师怎么会在此处 到了这个时候 孔大学士还想为自己找补 便睁着眼睛说瞎话 应好友之妖来此处赴演 却不想碰到了歹人袭击 谢萧然勾唇冷笑了一下 嘴上却说道 老师且放心 今日知识本殿一定会给老师一个交代的 说完便看向了韩远 韩远陡然回神 连忙硬是行礼 殿下放心 下官一定严查此事 说完又看向那些人 这回他是真的害怕了 怕这些面具下又藏着什么不得了的人物 他到底要不要再继续让这些人摘了面具啊 不给他犹豫的机会 谢萧然已经开口了 看向那些人语气也带了些冷意 你们还准备带着这面具到何时 要不是做西要做全套 他这会都想走了 去找小小见五哥三姐去了 他刚才看得真切 那房顶上陪着小小的就是三姐 事已至此 那些人只能磨磨叽叽地把面具摘了 看着这些万分熟悉的面孔 韩远真的想遁地 他想回家 除了孔大学士 竟然还有好几个朝中的官员 就连经兆府 衙门里的人都有 韩远实在是想不明白 这些人显着没事 往这山林里跑什么 这百寿园里 到底有什么吸引他们的 不等韩远这边惊讶完 那边竟然又听到了马蹄声 和整齐话衣的脚步声 往这边来了 没多久就见大理寺的人马也到了 简心就跟在那大理寺官员的旁边 到了地方直接跑过来给谢霄然行礼 大声道 殿下 城里好几家的夫人去经兆府报案 说自家的老爷公子小姐什么的失踪了 可是经兆府的人都往这边来了 摩采就让他们去大理寺报案了 大理寺的大人 听说经兆府的人都来这里了 想着这么多人不可能同时失踪 就带着人来看了 大理寺的官员这会也傻眼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那几家报案的政主 不都在这呢吗 又看到谢霄然 赶紧跑过来行礼 下官参见殿下 见人来起了 谢霄然也可以攻城身退了 便直接道 这山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个庄子 今天忽然遇袭 这是恐怕不简单 虽然这京郊不归你们管 却也同是天资脚下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查清楚了 另外 这庄子藏在这山里 怕是有什么蹊跷 都给本殿查清楚了 大理寺的官员和韩远 哪里还敢多说什么 都赶紧行礼应下 保证一定好好查 要查也不能在这里查 看着这么多人 大理寺的官员 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 痛恨自己 为什么今天要留在衙门里值守 可这件事 被泰孙殿下盯上了 他就算再不想管 也得管了 当即大手一挥 让人将这里的人 全都给带回去 至于泰孙殿下 说着山里 藏着个庄子有猫腻 那就是有猫腻 庄子里的人 全都给带回去 一个个的查 百寿元的几个管事 这个时候终于回过神来了 嚷了起来 我们是苦主啊 为啥要抓我们 大理寺的官员 以肚子的气 不敢冲泰孙殿下 和那边站着的一群 还不敢冲他们 当即到 哼 苦主 这庄子藏在这山里 要不是今天这事儿 我们还不知道 这山里藏着 这么个地方呢 苦主不苦主的 跟我们回去 查清楚就知道了 来人 通通带走 至于那些宾客 人太多 这庄子里的马车 什么的又都烧了 想回去 那就跟他们一样 走回去吧 有人想耍来 让家人派了马车来接 大理寺官员和韩远 派的罪人刚想答应 谢霄人只是冷冷地扫了一眼 两人立马就闭嘴了 让家人来接什么的 去大理寺 或者去京兆府接吧 至于百寿员 留下几个人守着 只要火别烧到外面山上 烧了就烧了吧 但马身将还是多了的心眼 留下了不少人说是搜查 看看能不能查到点赶人的线索 至于能搜查出来些什么 谢霄人相信马参将 只要看到庄子里那些东西 是个人都会察觉出不对劲来 剩下的 就让他们自己去查去吧 他要去找晓晓了 不管京兆府和大理寺的人 乌拉拉地压着一群人回京 谢霄人解决了这边的事情之后 就迫不及待地带着简心 准备去找林晓晓 而此时的林晓晓 准备和暗三他们碰头之后 就去萧家的庄子上 找五哥他们的 却没想到见到了一个让他惊喜的人 兴兰哥哥 林晓晓一看那个和暗三站在一起说话的人 光靠背影就认出来了 陶兴兰听见喊声 回头一看 就看见林晓晓朝他奔过来 慢点 别摔了 陶兴兰迎了上去 林晓晓一路小跑到他面前站定 看着如今多了几分成熟男人魅力的陶兴兰 喜不胜收 陶兴兰也许久没见林晓晓了 之前收到消息 京中有人出钱买晓晓的命 他当即就要放下楼里的事 赶来京城看看 不过中间又遇到些别的麻烦 就耽搁了些日子 等他来了京城 就听分舵的人说 林晓晓把人手都召集出去干活了 他就带着小满赶过来看看 还没等他们到地方呢 就碰到一个贼没鼠眼的人正在逃跑 两人顺便就把人给抓了 你怎么来了 林晓晓问 陶兴兰像小时候一样 现实揉了揉林晓晓的脑袋 这才笑道 不放心你 来看看 你这是又折腾什么大事了 五哥让人给抓了 林晓晓说完 见陶兴兰的眉头皱起 又赶紧到 不过今天 又被我们给救出来了 林晓晓简单地跟陶兴兰说了一下这个百兽员 听得陶兴兰的脸色很难看 不过 在听到林晓晓说 可惜让百兽员的大总管跑了的时候 陶兴兰看了一眼旁边的小满 小满屁颠屁颠地赶紧凑过来 还顺便把手里拎着的人给扔到了地上 小小姐姐 你看看是不是这人 林晓晓顾不上和小满叙旧 低头一看 哎呀 这不巧了吗 这不就是他们找遍了百兽员都没找到的夜管事 也不知道这人什么运气 跑跑都能跑到小满和陶兴兰的手里 不过这会 谢小然 应该把京兆府和京郊大营的人都给引来了 这人还是交给他比较好 他看向小满 笑着道 那就麻烦我们小满大虾跑一趟 把这人送到京兆府去呗 如今长得又高又壮的小满立马就拍胸脯保证一定把人稳稳地送到 就低溜着已经重伤昏死过去的夜山跑了 小满如今是越来越厉害了 瞧瞧见到他来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林晓晓看着离去的小满背影很是欣慰 当年的小不点到底还是长大了呀 陶兴兰点点头 小满在楼里可没少训练 你现在要去哪 陶兴兰问 林晓晓嗨有了一声 赶紧叫来乌学 跟陶兴兰道 五哥他们都去了萧家的庄子 我得过去看看 那么一大堆的动物 别出什么乱子 我跟你一起去 陶兴兰说完 便让戏语楼的人都散了 按三几个林晓晓的暗卫 当然是要跟着林晓晓的 现在只剩下谢萧仁的派来的那几个人了 林晓晓看向邵寺他们 邵寺都快哭了 这个小姑奶奶总算是想起他们来了 林姑娘 邵寺行礼 陶兴兰看看这几个 不是天星楼的人 也不是戏语楼的人 不过小小认识 她也没有多问 林晓晓想了想 虽然他们是谢萧然的人 可到底不如按三和陶兴兰他们的信任 当即到 你们先回去吧 今天你们立了大功 我会跟你们殿下说的 邵寺倒是想继续跟着 但是看看按三几个防备的眼神 还有那个站着不动的男人 到底还是决定先回去了 没办法 谁让他们不是自己人 只希望自家殿下再给典礼吧 把他们也变成自己人 好 那属下们就先回去了 林姑娘保重 少四行完礼 带着人也走了 林晓晓上了乌雪的背 这时候也不能把乌雪收回空间了 反正出都出来了 就这样吧 兴兰哥哥 看看你能不能追上三姐 林晓晓说完 乌雪就窜了出去 陶兴兰无奈又宠溺地笑了笑 提气使了轻功跟了上去 按三几人紧随其后 一行人在临间穿梭 直奔萧家城外的庄子 萧家这个庄子里 本来就有不少人 如果不是当家的 提前打过招呼 让他们不管听到什么动静 都不要出门 这大半夜的听见 山上又是狼叫又是胡笑的 早就吓死了 林晓晓和乌雪赶到的时候 一大群大大小小的动物 都待在山上 什么声音都有 陶兴兰和暗三他们听不懂兽语 只听见了一群各种各样的动物叫声 陶兴兰一看着动静 这可比在狼山的时候热闹多了 林晓晓却听懂了 他们这是逃出来了 但为了该去哪儿 又开始迷茫了 毕竟他们都是百寿员的人 从全国各地各个山头给抓来的 想回家也不是不行 但是这一路过去该怎么走 谁也不知道啊 他们连个方位都分不清楚 晓晓来了 也不知是哪个动物叫了一声 全场都安静了下来 林晓晓坐在乌雪背上 霸气地出场 场面瞬间安静的 像是迎接什么领导人一般 五哥 这是怎么了 林晓晓看向狼五哥 狼五哥看了一眼林晓晓 也看到跟着他来的陶兴兰 来自这几个哥的压迫陶兴兰 哪怕现在自己当了楼主还是心有余悸 盲喊了一声 五哥 狼五哥满意了 点了点头 他这一点头 又惹得所有的动物都刺目去看陶兴兰 然后新一轮的低声议论又开始了 都是在讨论难道这个也听了懂他们说话 他听不懂 狼五哥一句话 又让大驾给安静了下来 陶兴兰一头雾水 他怎么觉得这些动物 看他的眼神透着点 同情 他不由地拉了拉林晓晓的衣袖 低声问道 晓晓 他们是不是在说我 林晓晓差点笑出声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他们说你长得好看 可可 被动物夸的陶兴兰 闹了个大红脸 谢笑然丢下俭心 在山下 自己用上了全力的轻功奔上山 就看到林晓晓巧笑咽戏的和一个长得很好看的男人 站在一起说笑 那男人还脸红了 咱们的太孙殿下 立刻警铃大作 公司 消灯 帅 不 渡 咱们的